其實手術是動上額骨跟下額骨這樣子 那我們從骨骼的結構上來看 你可以看到骨頭上有一些凹陷的點 實際上就是神經的開口 那這個神經都是屬於三叉神經的範圍 那三叉神經有分三個分支 那跟正額手術比較相關的其實是第二跟第三個分支 那第二個分支如果有做上額手術 實際上這裡有個框下神經 那做下額的手術的話 我們從這個額骨的內層來看 它這裡有一個下齒槽神經 走進下額骨 進到骨頭之後呢 它再從前面這個叫科神經的位置出來 所以會影響跟傷害的神經 最常見的其實上就是三叉神經的第二第三分支 那這些都是屬於感覺的神經 也就是說對於顏面的表情啊 這些大概沒有影響 因為掌管顏面表情的是第七對 是顏面神經 文獻上有記載對顏面神經有可能受到影響 不過發生率會是在千分之一以下 那我們臨床上比較常說明的就是 做下額的手術的時候 常常下嘴唇下巴的感覺會有變化 這是音床上最常見的可能的後遺症這樣子 是判斷的 去到HQ化神經的位置 很快 很快 payments